市長 想講一下 現在有傳出郭跟王他們現在不選 然後要改要推你選 到底有沒有這回事 這個消息又是從哪裡來的 所以沒有這回事嗎 不是 我跟你講 每天 我不知道你們都是記者這樣講 不好意思 那媒體並不是自由業 變成製造業 到底每天這消息從哪裡來 我都不知道 你是為何來 所以現在這個消息 你覺得就是有人是刻意放出這樣的消息 故意要挑撥你們嗎 不一定是刻意 反正製造業的 隨處隨地 每天製造新聞 我至少沒有聽到任何跟這個有相關的訊息 所以你現在還是希望郭台銘出來選 沒有啦 但是一樣 他一些缺點他還是要解決 不然他被人家貼董建華2.0 他也是一樣 也是會敗在這個芒果桿之下 我看你沒有辦法 你這個禮拜會跟他碰面嗎 因為時間上面好像蠻不太多了 這個叫幕僚去拍拍看 不曉得 你覺得他現在這樣子一直拖到底是為了什麼 他在顧慮什麼 那你要問他 怎麼問我 聽說劉玉彤也跑了是不是 沒有啊 他去休假 他休假 所以他也是取了那個不在場證明就對了 你是聽誰說他跑了啊 聽說他發誕給他說 他已經去度假去了 好像度假兩個禮拜 關鍵時間消失兩個禮拜 所以你覺得這代表是你們三個人結盟有一些變數嗎 不曉得 反正是這樣啦 順其自然 我昨天講的嘛 如果社會有需要 他就會出現 如果社會沒有需要 你怎麼湊 他也不會出現 但是第二個問題是這樣啦 社會有那個需要是沒有錯 問題是你這個組合是不是有符合那個需要 這個是我們自己要討論 那你覺得有符合 所以是這樣嘛 啊這個是這樣 也不會百分之百一開始就符合 所以有些該修正或該討論還是要處理嘛 上年臉書粉絲葉目前已經18天掉快10萬粉 上次是因為民眾黨 那這次掉粉也跟郭王的這個組合可能不被需要有 是啊 我覺得應該是民眾黨那一路下來的 因為這些紛紛著著應該還是有關係的 因為事實上很多人也是因為藍綠都不喜歡嘛 這個以理由支持我 但是老實講喔 在現行的憲政架構之下 你要進立法院 你沒有政黨 你還是沒有辦法處理那個不分區立委 所以有時候還是會一個叫實際上的困難 也因為這樣有實際上的困難 你還是會撕掉一些支持者 那這個就是沒辦法 那跟郭王之間會不會演到 我想還是會有啦 因為有時候他會希望你是一個pure很純白的 但是這樣 在政治上你還是要有聯合最大的力量 所以有時候一直這樣 所以是這樣啦 有時候加加減減 另外一點還是這樣 要考量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不管當台北市長 就實際上有政治職務的人 還是要去處理實際要面臨的問題 不見得你每一件動作都會讓人家高興 王世堅說現在你的策略 王世堅說現在你的柯郭王的策略 你現在是把郭董當錢包 然後把王金平當沙包 然後他說形容這是政治版的計算上流 沙包 為什麼是沙包 無阿理解 不過這樣喔 這個阿彌陀佛 我活慈悲 市長那個館長 王金平的幕僚說他們兩個一定會合作 郭王一定會合作 他們兩個這禮拜可能就會見面 你這邊只是配合 那傳說他們兩個陣營好像非常不滿 你這邊一直頻頻在放話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還有說他們說你這邊是 我倒覺得是這樣啦 有時候是 所以有時候應該少被你們記者訪問 因為說訪問 講人一不曉哪一個是人家不喜歡的 搞不清楚 不過講多的破洞就多 你有沒有覺得現在原本你是一手好牌 然後現在玩到好像變得局勢很不利 不會啊 這個人世間本來就是這樣 不如意是十居八九 你以為 我後來發現 那resilient 就是那個叫韌性 是一個計畫最重要的成分 就是說 如果我們在一個計畫裡面 裡面太多assumption 太多假設 要假設一假設 假設三 要每一個都成立才能夠執行 通常這計畫很難執行 因為常常就 一個假設沒有meet 沒有符合那個標準就完蛋了 市長你現在韓國瑜說你們三個人是在互相討論 你覺得他現在是在見縫查針嗎 不會啊 還是你覺得他說的對的 你們三個人 我覺得是這樣 他每個人都會講對他最有利的話 這很正常 市長有國台辦正面的必要性是什麼 跟國台辦見面的必要性是什麼 我看一定 我看每年要辦雙城 包括上海 他們台北市那種集團 有時候他也不要進來 還要我們出去 所以你以為辦一個雙城論壇 打兩通電話就好了 市長那你 所以這樣啦 我跟你講 那就是要講 當年世大運 那談判才多 所以是這樣 這個就是政治上的現實 你要辦世大運 你不跟中國有協調 你怎麼辦得下去 你看東亞慶運不是就不見了嗎 市長你跟國王到底是不是在互相折磨 你們是在互相折磨 這翻新好了 這個是這樣 人家王岐平不是 他常常講逆爭上緣 對不對 我跟你講喔 一件事情要成功沒那麼簡單 鬧回一二三的選功 所以我倒覺得也還好啦 不過還是那一句話 台灣社會目前有這個需要 問題是 我們這個 真的這種組合 或是什麼樣的組合 可以真的去符合那個需要 這才是我們自己要去 要再沉澱 還要再思考